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纪谭梓威 我电话是949-697-0033 微信是VTANUSA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洛杉矶生活 题目就是跟大家谈谈在美国洛杉矶买车的事情 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声明一下子 我在这里做这个节目是根据我多年开车的经验 开着各种车的经验来给大家介绍 我并不是带领某一个品牌的汽车做广告 为某一家的做广告 我是实实在在的将我这么多年 30年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开车买车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首先我还要声明一下我是车盲 我对车不感兴趣 我是就是会开车 对车不懂 经常有人问我那是什么车 我都是看的好像是一个星星 几个星星一个大星星几个小星星 或者是那个标字号是这样子的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车 我今天给大家就是想介绍一下 我这么多年开车使用车对车的一些经验介绍 那么就是不是为任何的车做广告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美国洛杉矶 今天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美国洛杉矶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因为美国洛杉矶的天气非常的好 常年就是雨也很少 也不下雪 所以这个车寿命特别的长 这个车就是说是我前几天 还看到1991年的Toyota Corolla的一个车 我就当时特别特别的吃惊 因为在洛杉矶这个车 常年天气很好 说句心里话 这个车也不怎么需要经常洗 两三个月才洗一次 一般的情况下特别的干净 而且车由于没有什么恶劣的气候 所以车的状况也非常的好 这个车随随便便就能开个十几年 二十年我记得这以前在东北部的时候 那边的车呢十多年就已经几乎报废了 因为那边呢由于下雪 这个下雪呢还有不同 像是这个在东北部的那些雪 它们气候是比较潮湿的 所以那个雪呢一定要撒盐 才能够这个不滑 那么在中北部的地区呢 虽然也下雪 但它们的雪是干雪 所以它们一般呢就是很少撒盐 一般都是撒沙子 小小粒的沙子 这样子呢有防滑 那么呢在这中北部的呢 这些车呢 就是不太容易受到这个盐的腐蚀 那么在东北部的这个车呢 由于这个东天拼命的撒盐呢 所以这个车呢腐蚀的特别厉害 寿命特别的短 十多年就已经报废了 因为这个底下呀旁边呢都被那个 那个盐呢腐蚀的锈锈坏了 那么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盐腐蚀的车 这些车行一般你买车的时候就建议你底下 要不就是喷一种很厚的油 很凝固的油 喷到车底下 那么这个油呢也就能保养这个几年 那么还得继续喷 那么它们还有一种就是喷沥清 把这个车底盘全喷上沥清 那就是永久的保存这个车 那不论怎么样子呢 由于气候恶劣 这个东北部的车呢 寿命没有就在这个加州这边的车的寿命长 这是事实 来的这里方的车开了都已经二三十万公里了 还是在路上跑 所以呢就是说是我大约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洛杉矶呢 不仅是由于气候好 吃喝玩乐 一时住行都好以外 那么车的寿命呢也特别的长 还不怎么需要经常洗车 像我一年也就洗 洗个几次车也就到头了 那么今天呢 这个是一个带出来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是想给大家介绍这个车呢 这么多年来我刚开始买的是二手车 后来就买了新车 后来又换了车 这个车那个车的 这个买车呀 如果说是刚来的新移民 手头比较紧的话 可以买个二手车 二手车呢 就是在本地啊 有一些这个 在美国有个非常powerful 就是非常powerful 怎么说呢就是说非常强大的一个免费的这个网站 叫CRAIGLIST.com 这个网站呢是免费的 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有什么东西要卖呀 登在上面 就是不光是这些的其他的工作呀 住房啊 所有的东西就可以在那上面 就是二手的 或者住房啊 租房啊 可以在那上头去收 那么那个还有就是我们在洛杉矶的华人呢 还是很有福的 在这报纸呢 什么世界日报啊 这个这个 新岛日报啊 都上头都非常多的这个卖 卖这个旧二手车的这个这个报纸 你可以去到那个华人超市啊 他买一份报纸 还有就是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广告 这个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说就是ChineseinLA.com 就是中国人在洛杉矶.com 这个这个这个网站上 他也有很多的这个买二手二手二手车 那如果说是经济比较宽裕的话呢 我想买个新车 那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就是说去找各种各样车行 比较一下价格啊 完了就说就可以买车 那么高档车呢 当然了这里方的高档车很多了 宝马啦 BMW啦 还有其他的高档车 我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跟你给大家说 我就说我是车盲 只知道最最最这个普通的几个车车名 那么呢 我呢就是说 也开过Honda 开过Toyota 开过宝马 其他的那些呢都是 其他的牌子呢 就是有时候是租车开过 或者朋友家的车 有所耳闻 那么在这个比较经济实惠的车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Toyota这个牌子系列 因为呢我也开过Honda 开过Toyota 我觉得Toyota的这个 这个 这个出现这个需要修理的这个频率呢比较低 那个再加上呢 那个我们在这地方毕竟住了那么多年 认识一些修车的车行的这些师傅 有的时候我们去呢等着 等着他跟我们修车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们聊天 聊的就是 这么多车你觉得哪些好啊 那这个师傅呢也很老实就跟我们说 他说呢这个 这个虽然日本车还都不错 但是呢这个Toyota的车是最好修的 它的设计呢就让你修起来比较容易 那个别的车呢就修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修 就是修起来要贵一点 所以呢就是说 我这么多年来呢就是 开了很多年的这个 这个Toyota车 它的车系列还都不错 不论是这个 稍微低档一点的中档一点的 高档的高档就是Lexus 它的车都是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它的车 而且这个车呢 这个 Resale的value也很高 怎么叫Resale呢 就是说你这个车开了几年或者十年 你想换新车了 你想把它卖掉了呢 它就是说你在卖的这个 这个价值呢 它保持着这个保值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车呢就是说需求特别多 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车毛病少 都愿意买二手车也是也是很很抢手的 所以呢这个车呢就是说保值 也就是说相比其他的那个牌子的这个车 二手车保值比别的车保值一些 就是卖起来二手车卖的时候呢 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这就是我比较推荐 喜欢推荐 给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 我的客人 我的所有客人来都说 你想买什么车呀 你要是买经济实用呢 那你就买Toyota系列 你要想买高档的 我建议建议你买宝马 我也发现宝马的事情 还是比较少一点的 相比别的豪华车 那么豪华车呢就是说你不光是你买了 你还要保养呢 那就像是换油啊 换一个轮胎啊 这些都非常的这个都挺贵的 所以呢就是说自己量力而行 当然有钱的 那我还是建议你啊 你可以试一下别的那个别的车 但是就我别的车我也没开过 我就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宝马 就一直开宝马 所以我就给大家推荐 这个宝马作为高档车 我觉得呢开起来呢 问题没有那么多事儿少 那么呢这个在除了买这个车呢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那个途径呢 就是可以不买车 在美国叫lease车 我也不知道中文翻译怎么说 那就是车什么呢 你可以就是说是 那个给一个非常少的这个钱 比如说是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随你 完了你就就lease这个车三年 一般他要求都是三年 就是说你要使用这车三年 每个月交一个像月工一样的车 就是这种租车 就像是租车费 那么就是三年以后 你这车要还给他 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重新lease一个车 这个就是lease 这种车有什么好处呢 做生意的时候 这个lease的车呢 可以完全100%的在公司里的 公司里去充账 那么私人自己坐lease车呢 就是什么呢 经常开好车 虽然这个车你没有买下来 但是你每年你都开好车 三年内的车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个途径 那么还有这里呢 就是说是可以是租车 租车呢 是一天每天每天租呢 你要是说 我来这里房住一个月 那你就租一个月的车 那就比你一天一天的租便宜 这也是就是说短暂来这里美国 生活呀学习呀 或者是旅游啊 租车呢就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论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这么租 不要按天来租 这样子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买车呢 还要给大家这个提醒一下的是呢 这个加州啊 阳光特别特别的猛烈 特别特别的猛烈 在最热的时候呢 那那个阳光啊 就像是小刀子 你在阳光底下就像是刺你一样 特别的这个猛烈 所以呢 在那个 在这个本地人呢 在这个加州本地人呢 住的时间长的人呢 他买车 他就知道了 买什么颜色的车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买什么颜色的车为好 那么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呢 都喜欢黑车 因为黑车呢 在中国象征着地位 象征着高档 象征着神秘 所以呢 这个高级首长啊 官员的都喜欢黑车 黑车一看上去就是高档 可是在美国呢 洛杉矶呢 是没有这一说的 这个是 你喜欢什么车 完全是靠的 凭着自己的喜爱 那么呢 有一个这个市场调查 就是说呢 这个市面上呢 灰色的车 深灰色的车呢 这个据说出事率比较高 而且这种车呢 都属于 这个颜色 不是特别的有个性的 所以呢 虽然这个灰色和深灰色的车呢 都是受大众喜爱的这个车 这个颜色 但是呢 就是说是 它也有诸多的 这个 我不愿意提及的这些原因 就是说 这个深灰色 那么呢 就是说 什么颜色最好呢 根据我们加州的这个气候 这个 我觉得 来这里以后 住了以后 我就发现 这个太阳光太猛烈了 最好还是买个颜色浅的 比如说银色啦 白色啦 因为呢 这个白色本身 它就反光 所以它就 会返回很多的太阳 照在这个车上的热量 那么 你要是到车行 你就可以试一下子 你要是到的这个车里头 外面是黑的 里头也是黑的 那个车 那里头都特别的热 那你要到白的车呢 你就看白车 你就摸那个车的表面 温度都很低 不像那黑车 一摸都烫手 那么在这个洛杉矶呢 有一段时间 特别热的时候呢 你进车里头啊 就觉得那个buckle 就是那个金属的 那个 这个 safety belt 就是这个安全带的 那个金属的 那个 环扣 你都觉得烫手 你都不敢动 甚至你那个 窝那个方向盘的时候 都觉得烫手 所以呢 就是说买车的话 在洛杉矶呢 适当的考虑 买这颜色浅一点的 在美国黑车 没有像中国人 显示身份地位 神秘 这个高贵的 这个感觉 所以没有必要呢 把中国的一些习惯 带过来 来这里买了黑车以后呢 就觉得很晒 很烫 进去每天都像是 蒸烤箱样的 进到车里头 也挺痛苦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颜色深的车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有的时候 它就会 可能那个阳光 特别的猛烈 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一些车会起皮 相反呢 浅色的车呢 很少看到 那个车被晒的起皮 所以在洛杉矶呢 大洛杉矶地区 我们由于气候的原因 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 就是买车 要买浅色的 当然了 你要是喜欢红色的 你是喜欢 这种蓝色的 或者是 Royal Blue 或者是 苹果色的 那你是个性的彰显 但是说 要如果说是 要是实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 颜色浅的这个车 比较好一点 今天呢 我就对在 美国洛杉矶的朋友 这个买车 这个话题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多年的经验 我再次声明 我不是为哪个车行 做广告 只是根据我 这么多年开车的经验 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纪 谭子威 电话是 949-697-0033 微信是VTAN 我还有非常多 其他的这些 这些 视频 大多数呢 都是有关 房地产方面的 这个视频 那还有很多是 关于生活啦 学习啦 来美国生孩子啊 各方面的这个 这个视频介绍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网去搜 我叫谭子威 洛杉矶房地产经纪 谢谢大家